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撕了一个多月 也没撕出啥话样的李宇童 表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再也不提了 结果没过几天又开始了 不甘心的李宇童放出了去年九日发给薛之签的短信 表示要大家看一下薛之签公布复合的时间 然后以短信通知薛之签 希望得到一个合理解释和道歉 并称自己已经人质意见曝光的短信中 李宇童指马赛克勒薛之签电话号码碎 后两位然后神通广大的网友很快就根据薛之签的声誉 猜出了完整的电话号码 并表示要打到薛之签停机 可能一直反反复复思薛之签 网友从之前的支持也转为了dis表示去年的事 还拿出来自导字眼 只留了两位打码 屈心叵测 并劝李宇童放下 给自己留尊严 不过李宇童 似乎根本不理会网友的好言相劝 而是在薛之签生日这天连发九条微博来dis内容 大多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锤 有一条李宇童称 自己被各种直播平台封杀 称薛之签的好友朱真来看了自己直播 第二天就封好了 言下之意是薛之签背后力量操控的 还表示 自己本来本身稀释宁人的态度 结果对方明不清 并质问薛之签做的翻试太多 导致赔钱给高烂心都搞不定 叫欣欣复合是因为高烂心将薛之签担摇钱术 而薛之签是怕断了明星梦网友称曲关了 之前是真的觉得李宇童可能受了委屈 遇上渣男 但是现在不应该潇洒挥手好好生活吗 薛之签妻子怀孕要发微博 薛之签生日要发 这样抓着不放手不累吗 不累吗 肯定累 只是李宇童不甘心 薛之签越不理她她就越不甘心 跟黄一青一样 其实大家都明白的 薛之签曾经肯定对不起她 但是李宇童也没有自己说的那么清白 娱乐春粉就是一个大眼睛 哪有干净简单的事呢 医生那么长 为了所谓的渣男 难道要把医生的时间精力 放在与对方4x上 一边两款各自欢喜吧 她写得很好了 因为会写得很专闯 说出来 但是她在家里远吃了 愿命一会吗 第一质疑客